牆上所有的契機車都正常行駛 結果突然之間 右側突然出現一輛重機 人車已經分離 重機側倒滑行 但騎士都已經飛到對象 這時候一輛公車剛好迎面而來 根本來不及反應 就這樣撵了過去 現場一名重機騎士 被壓在公車底下 目前目車已經押卡 目前正在進行 嘗試向車底抬高 消防隊員緊急趕到 但是騎士被壓在公車底下 動彈不得 只能想辦法先將公車抬高 公車面部啊 一名乘客啊 有辛苦的受傷 除了重機騎士外 公車上還有一名乘客受傷 緊急將兩人送到醫院 乘客沒有大礙 但騎士送醫後 還是宣告不治 車禍發生在9號下午的4點多 台北市光復橋上 41歲的蔡信騎士 從台北要往板橋方向 準備和朋友聚餐 結果過程當中 他掐撞左側分隔倒 整輛車失控 最終釀成車禍 死者家屬接到2號 先到車禍現場 最後媽媽陪著遺體到殯儀館 爸爸則來派出所製作筆錄 他們萬萬沒想到 兒子才剛出門 就遇上四階 得白髮人 送黑髮人 TBM新聞 5G全素凱成 無限SNG小組 台北市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 TVBS新聞網APP